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 聖誕節將會推出什麼飾物呢 我們先說到最重要的一件 聖誕節最重要的飾物 現在這件是銀鈴 它的功能是技能延遲減10% 最厲害的東西出現了 使用技能SP-C烏耗量減10% 如果大家平時用的技能是耗藍相當多 可能打Boss的時候 還是要吃藍水的話 那就適合你用了 可能你的技能是用40魔 如果你用了銀鈴之後 就可以減少4了 其實是相當多的 這個小數怕長計 如果用了的時候 就可以省省多一點魔 第二件應該是頭色 大家現在看到類似客頭上有一個鈴鐺 應該就是這個 我們看看功能 功能就是生命上限加38 幸運加3 其實應該是一個比較容易抽到的 一樣聖誕食物 但也會有用 幸運來說 大家可以看看 幸運可以加爆擊 又或者鐵匠 一些職業都可以有用 再來第三件就是加油小鹿 大家看到類似的女似客上面 頭色已經裝了兩隻鹿角 應該就是這樣 功能上是生命直上限加38 移動速度加3 這個其實有助我們走速快一點 這個頭色應該是比較容易抽出來的 好 接下來就是白色聖誕 大家都看到女似客身旁 有個小天使在唱歌 我看看它的功能 敏捷加5 爆擊傷害加3 這個很明顯就是我們的似客用的 重點看看 其實爆擊傷害加3是相當不錯的 始終是一件飾物的時候 如果大家是被拘捕爆擊傷害 無從入手的時候 這件裝都可以幫到你了 好 再來 下一件就是我心如雪 大家看到其實這是一個圍根 後面也有噴雪的效果 我們看看功能 水屬性的傷害加3 魔法攻擊加10 很明顯這件裝 亦是給我們的五毛使用的 最後一件的飾物就是寶寶 不要哭 這件飾物 大家也看到其實是背部的 揹著雪紅 功能上是給牧師用的 大家都看到治療加3% 和性屬性的傷害加3% 我們今天介紹的聖誕飾物 就到此為止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分享給你有玩RO的朋友的朋友 讓牠不要錯過了這麼強的飾物 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觀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掰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